那大部分这些外媒还有分析师的资料 都还算是蛮精准的 嘿大家好我是铁霸 这里来跟大家聊一下iPhone 14跟iPhone 13之间 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升级 那是不是值得我们带大家来进行等待 以及距离iPhone 14发表 大概是今年9月份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来更新一下iPhone 14它最新的资料 给大家等待新机种 那一直没有购入iPhone 13的朋友来做个参考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讨论最高的 就是在于那个刘海的部分 在稍微之前的资料 iPhone 14它的刘海将会拿掉 前置镜头以及Face ID的模组 将会变成一个金套号的形态 在我们正面萤幕的上方 那到近期又有更明确的资料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将会使用在14 Pro以上的等级 就是14 Pro、14 Pro Max这两个机种 那我们Pro以下的机种 14跟14 Max 分别是6.1吋跟6.7吋 它将还是会沿用像iPhone 13这样的缩小版的刘海 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把iPhone 14分成有刘海跟没有刘海这两个机种 我个人觉得是还蛮奇怪的 不过就到目前为止的外媒 以及各大分析师的资料 都同意朝这个方向来进行分析 那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 那在发表会之前 这些爆料资料的可信度 大概七八成左右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所以第一个刘海的部分 iPhone 14大概Pro以上的机种 就是会把刘海拿掉 变成清单号的形态 那至于iPhone 13、14这两者之间 在刘海这个部分的比较呢 如果你原本就是因为刘海 一直不买iPhone X以后的机种 这一只iPhone 14 Pro以后的型号 也许会燃起你一点想要购买的欲望 那说到这边 相信大家听到我前面说的 对于分成刘海没有刘海 我是带有一点质疑 不过从这个部分 大家是不是有点秀出苹果的思维 从今天开始 MacBook还有iPad系列 苹果陆续的开始 把产品线区隔得非常清楚 MacBook Air就是属于比较入门 轻松休闲的路线 那MacBook Pro就是非常专业 然后CPU非常强 外形就比较不轻薄 稍微厚重一点 但是萤幕硬体各方面的效能 都非常强大 就是属于专业Pro等级的 使用者来挑选的路线 那iPhone的话 是不是会走这样的策略 那也就是说 第一个部分 流海的部分已经区分好了 14跟14 Max就是入门的 然后比较轻松的款式 那14 Pro以上的机种呢 就是比较专业使用者来使用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晶片 14跟14 Max 还有14 Pro以上机种 也将会使用不一样的晶片 来做产品线的定位 所以入门的iPhone 14 14 Max 就会使用A16仿生晶片 那专业机种的 14 Pro、14 Pro Max 就会使用A16 Pro仿生晶片 那这个A16、A16 Pro的命名呢 是目前分析师所暂定的 主要是要来让iPhone 14 在效能上呢 可以有所区隔 不会像之前iPhone 13啊 从mini到Pro Max 一样都使用A15仿生晶片 在处理效能上呢 感觉就处在一个模糊地带 区分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第二个 处理效能晶片的部分 有这样子一个差异啊 也是这次iPhone 14 在爆料资料中 蛮有特色的一个部分哦 那至于iPhone 13 跟iPhone 14 在处理效能 这个区块的比较呢 A15跟A16仿生晶片 相信还是会有 15到20%幅度的升级 那至于14 Pro以上的机种 使用A16 Pro仿生晶片 相信那个升级的幅度 会让你更有感 所以如果你对于处理效能啊 想要有更大幅度的升级 选择14 Pro以上的机种 会比较适合 那如果你对于效能 没有太大的要求啊 只是滑滑社群 看点YouTube影片上网购物的话呢 也许可以等iPhone 14上市之后 来购买降价之后的iPhone 13 这样整理起来 CP值会更高哦 那再来第一上个就是机身大小 尺寸啊 还有镜头模组 跟上一代的差异 从最新爆料资料中的渲染涂充 看起来 iPhone 14跟iPhone 13 在宽度跟高度是差不多的 唯一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厚度 iPhone 14的厚度是7.85mm 那iPhone 13的话 则是7.65mm 增加了0.2mm厚度啊 有点变后啊 是不是也意味着 iPhone 14的电量也会有所提升 不过有使用过iPhone 13 Pro Max的使用者 应该知道 它的续航力已经非常夸张了 几乎一整天下来呢 用不到一半的电量 所以如果这次iPhone 14 有再做提升的话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好消息啊 那再来镜头模组 也有稍微变后啊 从原本的3.6 提升到了4.17mm 这样子的话 让iPhone 14的镜头模组 成为iPhone史上最大的一个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爆点啊 之前有预测 iPhone 14将会提升到4800万画素 不过在前面几集 我有反驳这个观点啊 毕竟iPhone 14它的CMOS感光远均 就这么小一颗啊 你给它这么高的画素 只会增加它噪点的压力啊 让画质降低 不过目前最新的资料呢 它的4800万画素 是会放在超广角镜头上面 让我们拍风景啊 可以有更高画素的采样 那我相信这么高的一个4800万画素啊 应该还是会区分产品线 让14 Pro以上的机种才有实用 它也许许许许论靠新的演算法 让它的小CMOS拥有这么高画素 还能得到一个非常纯净的画面 这部分的技术呢 也许在之后发露资料啊 才会陆续的曝光 那我也是相当的期待啊 所以iPhone 13 iPhone 14在外观尺寸跟镜头模组啊 外观尺寸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只是稍微变后 那镜头模组的部分 就非常值得大家来琢磨咯 如果你是非常喜欢拍照摄影 拿着你的iPhone到处去旅游啊 拍照留下一些回忆的话呢 这也是iPhone 14 Pro以上的机种 拥有48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 就非常适合你来挑选 那即使iPhone 13 Pro Max 它的拍照录影功能啊 已经非常强大了 一些简单的生活记录啊 使用iPhone 13 Pro Max来拍照 已经非常够用 如果你对4800万画素 拍风险没有太大的兴趣 那挑选13 Pro Max就可以了哦 那这一个部分呢 我个人是蛮有兴趣啊 也蛮想知道 它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 毕竟就连我们最新的全幅相机啊 它的感光源键已经这么大块了 到3000万画素 就开始对照点有点压力 ISO不能拉得太高啊 它的纯净度才会非常的好 那你iPhone 14的感光源键 就这么小一块 竟然给到4800万画素 那苹果又是对于品质 美感非常要求的一个公司 相信不会砸了他们的招牌 所以进入模组升起这个项目呢 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啊 那也会继续追踪它的最新消息 如果你一样有兴趣的话 别忘了追踪我的频道啊 我们一起来看它后续的发展 那最后就是它的售价 以及上次发表的日期 如果我们的iPhone 14 14 Max 它预测的售价 将会跟上一代iPhone 13来持平 并且会让mini的机种消失啊 所以你如果喜欢小只的iPhone的话 就只能挑选iPhone 13 mini 或者是最新的iPhone SE三代哦 那至于14 Pro以上 几种售价的预测呢 会比上一代稍微再贵一点 大概是100美元左右的落差 这部分相信就是拿掉刘海 然后用更精密的元件 以及4800万画素的镜头 这一些元件成本的提高啊 让它不得不把售价稍微再提高哦 那至于iPhone 14它的发表 跟上次日期啊 今年应该还是会跟iPhone 13 一样准时在9月份的第二个礼拜 来进行苹果一年一度的秋季发表会 更精准的时间呢 就是在9月13号来进行发表 那当周礼拜五就可以进行预购 隔周的礼拜五 我们就可以拿到iPhone 14咯 那在发表会之前呢 有更多iPhone 14最新的资料 也会在频道自备 马上来告诉大家 可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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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